今天我們來開箱這個小東西 它是Chromecast 新一代的Chromecast 它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支影片將告訴你 關於Chromecast的10件事 OK Let's go 好 我們先來開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整個都是白色的 介面採用HDMI 它有附上一支藍牙遙控器 那吃的是兩顆4號電池 那它隨機就有附 那它非常非常的輕巧 採用USB-C供電 那需要外接電源來提供電力 電力來源可以接它附贈的充電器 或者是直接接電視的USB 就可以啟動 那差別在於Chromecast開機 大概需要等一分鐘等它開機 那插充電器的話 可以讓它永遠開機 但是如果你插電視的話 你關電視它就會直接斷電 如果你下次要看就要再等它開機 Chromecast其實很簡單 它就主打兩件事 就是讓你的舊電視可以享受Google TV服務 以及讓你的手機可以投影到電視上 那Chromecast插上去之後 用手機掃描QR Code 那連上家裡的Wi-Fi之後 就可以登錄自己的Google帳號 大概等個10分鐘初始化之後 就可以看到一些主流的影音服務 包含YouTube啦 Netflix 或是Disney Plus 整個介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安卓TV的介面 那因為它是綁Google帳號 所以如果你之前買的電影啊 都可以直接同步去觀看 那如果預設的這些影音平台不夠 那你也可以到應用程式這邊去搜尋 它會幫你從Google Play商店去下載安裝 像我自己就會額外裝KKTV來看日韓劇 目前你去外面買電視的主流都是安卓TV 那幾乎這兩年推出的都是走Google TV系統 除了那些老舊電視 以及三星電視是走自家的系統 像我家裡有一台三星電視 基本上對於一些第三方的APK就沒有辦法 採用Google TV系統最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直接在上面安裝各種的App 那也可以直接用電視遙控器 去看各種影音平台 例如Netflix、Disney Plus 相當於內建的一個正版的電視盒 基本上已經不太需要再用MOD或D視台 所以如果你的電視啊 是沒有Google TV 或者是你經常出差去住旅館 那想要在旅館上面看自己付費購買的這些平台的話 那KONCAS會很方便 插上去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一代的KONCAS 它最高的播放能力可以到4K HDR 60fps 只要訊號來源有支援 以及你的電視也有支援 它就可以播放 那目前4K HDR的影片越來越多 那有支援當然是最好 另外它也可以透過HDMI 去傳輸杜比音訊的內容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這一支遙控器 它的遙控器是藍牙的 不用對準電視 它就可以直接遙控 現在的遙控器啊 一定要支援聲控才方便 你想看什麼就直接講 不用打字 像我這樣直接搜尋 木曜室操完 就馬上出來了 小緊張的重重 就馬上出來了 小貝餓了 就馬上出來了 很多字啊 你都不用打 讓它直接用假的 多方便 那這支遙控器說真的是蠻好用的 又好握 那它上面也有那一鍵這個 YouTube跟Netflix的專用按鈕 不過比較卡手的就是它的音量鍵是像手機一樣放在旁邊 如果它可以放在正面可以直接按就更好 再來它是Google的系統 所以它會根據你的使用習慣 逐漸學習你的喜好 然後你就會漸漸發現首頁變成你的樣子 像我很喜歡看英雄片啦 吃播啦 剪指甲擊粉刺的這些影片 那我的首頁推薦就會是這類型的影片 那再來是它支援Google助理跟聲控 用智慧家庭的裝置 那你只要按住這一顆黑色的Google助理鍵啊 然後說出一些指令 比如說我要看科幻片 或搜尋動作片 或把客廳的燈調按 說出這些指令 它就會自動幫你辨識這個語音的指令 然後幫你到Google Home裡面 把你設定的這些家居裝置啊 去做聲控的動作 再來一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最常問的就是 Chromecast它可以直接讓你 把手機啊 筆電啊 或平板 這些小螢幕 直接投放到電視的大螢幕上面 只要你手機App的右上角有出現這個符號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畫面投放到這個大螢幕上面 那它跟螢幕同步不太一樣 它是用手機去呼叫Chromecast裡面的App 去播放同樣的內容 所以你的手機還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它等於是 把手機的現在看的內容 然後傳送到Chromecast裡面 去呼叫Chromecast裡面的那個App 去做同樣的事情 那再來這算是一個彩蛋 它可以讓電視在不看待機的時候 它去秀出你的Google雲端相簿 去當作螢幕保護程式 那你的電視啊 就會變成超大的相框 那人物啊 主題都可以自己指定 像我就指定我自己的兩個小孩 我經常看著之前拍的一些照片發呆 說真的這個功能明明沒有什麼 早在以前Windows 98年代就有 但是現在啊 它放在電視上面 我就覺得還蠻有溫度的 好再來這一個就是大家最常問的就是 它跟電視盒差在哪裡 那我自己覺得啦 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能不能看到 非Google Play商店之外的支援 因為Chromecast它沒有USB孔 那如果你要裝APK的話就會稍微麻煩 那像我自己在電視盒上面常用的一些 星火直播啦 YouTube的Vancet 美巨霞之類的 它就不能直接安裝 所以它是相對封閉的系統 但是也不是不能破解 那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 我們就再來討論 好我們總結一下 Chromecast就是一個很小很輕 而且自帶HDMI線 那如果你常出差旅遊住宿 或者是家裡空間小 或者是你本來就只看YouTube Netflix 這些付費串流平台 你完全不需要安裝第三方的APK 那你就不用考慮電視盒 直接選Chromecast 很省事也很方便 而且也比較便宜 那另外我補充一下 這個新版的白色Chromecast 它內建容量是4G 那前一代灰色的只有一G 那價差其實只有800 那建議你直接買新版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Chromecast的10件事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再見 我們變成50000 早結束 千里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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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